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下午的直播環節有聞必答 身邊嘉賓換了是Rafi研究部的另一位高級分析員,黃慧侯在旁邊 Rafi,你好 我們都會聽電話,請問是否捉小姐在旁邊? 你好,不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745,中國國家文化產業這隻股份? 是呀,其實我有買的,我買了兩柱,下股之前我買了一柱 上星期我買了一柱,0.10多,0.102 我想問這隻股票怎麼操作? 還有,我看到之前股東佔的那些配額 每一個股東都佔有60%多 加起來就有200%多 我想問這些好窗的資料在哪裡有得查? OK 或者看看情況,因為公司動作比較多 編號745,中國國家文化產業,暫時股價向下跌2% 這些是小價股,應該是0.9500 公司動作比較多,剛剛看到二合一,然後一公一 然後公股價是一毫子 拿多少錢呢?大約4.9億元 用在不同的範疇 之後合完股,然後將每手單位的買賣由2000股 再改為一萬股合併的股份 所以比較多要留意了 Rafi不知道這隻股份有什麼研究? 當然這隻股份,研究上是比較少 特別是公司動作比較多 剛剛7月尾才剛才說了 除淨了一公一,公股價就10% 每天都過了 但最終的派送日,預期就應該來幾天都排 因為暫時看到9月4日附近 所以應該新一批股份就未完全下跌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計 當然每手股數上講,就變了一萬股 但是新一批股份就未完全下跌 但如果按照暫時來說 其實這麼多的變化 說真話,很難看到實質股東 究竟是拿著多少,或者怎樣看 如果按照現階段來說 始終股價也見不到太大的一個反彈 我覺得這樣說 你已經在不除淨之後再加了住了 都還在捱價 變相我不太建議你再加新駐下去了 一來市場仍然是比較反覆 而二來這隻股份真是先股的話 我覺得比較難去期望它有太大幅度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暫時就 舊了兩次就叫做拿著它 看看如果接下來股價能夠慢慢上回 大概20天線 現在位置就偏要在大概1號06 有機會上回這位 我都挺建議馮哥減一減磅 比現在還要去理它 究竟拿著多少,還是加住下去 我覺得現在加新住就完全不建議住 OK,還有沒有其他股份想問的? 竹小姐其他股份 沒有,謝謝你 謝謝你 OK,多謝你電話 下一位朋友,我們找到李小姐 喂? 你好,李小姐 麻煩你,我想問2282這些位置能夠進入 但如果這些位置進入就想看多少 還有我想問超商368,哪些位置可以進入 好,兩隻股份 第一,豪賭股 美高煤,中國偏導2282 今天來說,不單止它創了52週的新低 可能其他的豪賭股表現都比較差 像是27號,更加創了3年的新低 暫時要問回美高煤 股價向下跌4%至12.1% 好嗎在這個時候做薄反彈的動作呢? 看到大行的看法好像兩邊擺 上個月還看好,今個月又看淡 其實兩邊擺的主因 一來,以薄彩收入來看 最新出的數字還是按鈕大股倒退 雖然按鈕來說,有一個輕微的改善 沒有再跌那麼多 而我都很相信真是的 另一第四季來說,我相信按鈕的變幅 應該都是跌高的收窄一點 因為去年第四季的基數比較小 但以這樣說,是否等於整個博取業 叫做改善或者真是扭轉呢? 我覺得還未完全是 甚至乎以為何那邊大行 今天突然又倒轉看法比較淡 最主要看到,除了近期出了博取數據之外 更加澳門方面,當地實施一些收緊的緊縮政策 變相這些緊縮開支之下 變相都會預期對澳門經濟來說 會一定的衝擊、一定的影響 自然變相對整個前景上看,其實就不是那麼好 變相慢慢來說,又再看淡一點 而令到今天來講,整個博取版要有明顯跌勢 正正都是這樣解釋 如果以現階段計劃,美工會博不博得過的話 我覺得其實,如果讓我自己說,可以多看一會 例如看今天下午回來,一會稍後的時間好 或者星期五,放完隔回來,看看怎樣 因為現在比較尷尬的地方就是 它今早曾經創過52週低位,穿過12元邊的大位 但現在沒有錯,就站上12元樓上 但也只有12.1,即是一毫子的Buffer位 變相,如果這樣博取的話 如果再穿回,其實是要走的 如果變相這麼短的話 我不太建議這麼急,盡量考慮 反正你看一會稍後的時間 或者星期五回來,究竟是否真的好 站得穩12元樓上 如果看到12元樓上是真的叫做再跌不穿的 我覺得你那些位才稍微博一博 博上去的話,以大概13.3元做一個目標價 而下面呢,我覺得如果這一層再穿回11.5樓下 都考慮指示離場先 好啊 之後 問回招行是否3968的?李小姐 是的 好,這隻是怎樣部署 17.68,現在跌稟2% 那些內容股這陣子呢,其實都多人問的 因為他們都跌得很低殘 但是業績又好像不是太交到功課的 因為都擔心息差收窄的問題等等 那怎樣部署後市的情況呢? 是的,其實這番內容股呢 其實之前業績就普遍都不是那麼好 一來就增長佛力 二來就正式差方面的收窄 三來計就是不能貸款餘壓 和不能貸款率都偏向雙升 那這些因素來計 其實偏向比較負面一點 但是如果以整個內容版來說 以這隻招行算是一個比較好的其中一隻 因為起碼它增… 即是剛才說的那些 譬如資產質素惡化 或者正式差問題的整個行業都會面對的 所以你撇除這因素來講的時候 在這隻招行 它是偏向比較增長 都依然是保持得到 即是相對行業比方比較快一點的其中一間 那如果這樣看 它是的確稍微叫做比較好一點的 所以如果要選擇的話 我覺得招行的確都可以叫做慢慢考慮 但是你說是一樣 是不是這些價位立即去入市呢? 那我覺得你再看一看 因為其實這樣說的 雖然它就未再穿上個月那個低位16.4 那形態上也算是偏強的 但是能夠站上18元樓上是個關鍵來的 如果能夠站上18元的話 我相對覺得它的股價會再硬朗些 那變成到時來計 才有機會試一試大概19元 像19.3這價位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偷偷來 譬如今天或者星期五一樣 那看看18元能不能夠收復先 如果可以站上18元樓上 才駁上大概19.5至19.5這邊位 而下面呢 那我會覺得這一陣如果真的駁過短的話 穿大概16.4度 考慮去盜止蝕你的離場 嗯,好啊 好,謝謝李小姐的電話查詢 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快回答 就是有位家庭觀眾的Brian 問16.3英皇國際這個股份 看看現價先 暫時來說 就回半城下來 去到過四的位置 家庭觀眾說有貨在1.57 就入了10萬股 這個板塊來說 近來可能都一般 那怎樣去部署後市的情況 是呀,如果依蝕15.7度 入了10萬股 那面上賬面上說話 都在虧大約一毫多指 如果這樣算是一萬多元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百分比 如果依蝕這樣說的話 的確就找位去減一減榜會好些 因為始終以這個股份來說 特別是他本身業務 都是一些叫做內房 或者收租概念為主的股份 自然有一定的面對租金 或者這一刻零售的壓力在 雖然你看到近這幾天 都明顯急插 甚至乎去到20天線 都明顯是頂住了 而且以近這幾天 特別今天再插下來之下 股額都未見到太縮 都幾意味著 股額都有些危險性 所以我覺得封回兩個位置 第一個 以近這幾天的低位 1.3.5度 做一個支持 如果能夠站在1.3.5度 我覺得你可以彈高一點 才減一減榜 但一站不穩1.3.5度 我覺得你也是考慮指示離場 會使用好些 而上面理計 如果能夠慢慢站在10天線 大概1.4.6樓上 我覺得可以回過半度 逢高 逢一逢貨 比較好些 好 多謝你 Brian的email 查詢和Rafi 我們節目時間都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稍後會繼續解答大家的股票問題 家庭觀眾不要走開 有事想問可以繼續打給我們 Rafi提的股份你有沒有拿著? 也沒有 稍後再談